大家好 可能很多话有认为这个蟹爪兰长的侧牙越多越好 但是不一定 看它是长在哪个位置 尤其是在开花期 如果说长在不该长的位置的话呢 长得越多 对这个蟹爪兰呢 有害无益 就比如说像这种状态的蟹爪兰 本身它的主干呢 是前面这几条比较粗壮的 到了后期又从侧边这里长这种侧牙出来 这种侧牙长出来之后 也不会变得很强壮 所以说有这种枝条的话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做修剪 或者是直接给它掰掉就可以了 没必要给它长这么多 长出来之后开花的品质也不会高 尤其是开花这段时间 长出来之后会影响它的开花品质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呢 当这个蟹爪兰到了化季之后 一定不要给它使用一些高氮肥 我们应该选用一些高领高甲的领色青甲 促进它开花就可以了 但也速过高的话呢就会出现 长侧牙的这种状态 影响到开花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